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我们30分钟一起掌握新闻时事焦点 您会害怕战争吗 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提到相关的议题 或许你嗅得到期待对话 谈判跟和平战的气息 但如果是因为对方发动战事而被迫要上战场呢 还有在避免擦枪走火引发冲突 能有哪些做法呢 我说到这里大概听众朋友已经知道 今天要跟你一起关系的是台海军事 那么大约一个月前的共军围台演训到现在 那么台湾民众有哪些反应呢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在4号昨天出入一份民调 怎么样来解读 并且关注相关的讯息焦点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研究员 腾兴云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 研究员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发表了这份中共军事演习跟台海安全的民调 那么调查的时间是在8月31号到9月2号 我想这个时间点的调查是一个让大家要能够清楚了解 因为事实上从8月4号开始国内就出入了一些民调 那么民调的数据会有一些差异 但我们看到台湾国际战略学会这份民调 其中一题就是假设因为抗中保台政策导致两岸发生战争 有63.3%受访民众愿意为台湾而战 这个部分我想先请教博士就研究员 你怎么样来解读所谓抗中保台 他的意涵还有民众勇敢上战场的意愿 好的 我想就是说在这份问卷的设计中 抗中保台也就是县政府对于两岸县市所采取的一个现行的一个政策 这一题的问卷当中 抗中保台它所对应的是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和平交流 就是说在这题里面 抗中保台跟和平交流 它是一个相对应的两种不同的一种政策取向 那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种 这种有对立这样冲突性的 这样子的一种给民众去做选择的这种情况之下 才比较能够激发出民众对于两岸县市 未来将怎么去取舍 或者说该怎么样往哪个方向去走的 这样一种思辨的一种思维 可能对很多的民众来讲的话 他可能并不认为说 抗中保台跟和平交流是两种对立的 他可能认为只是说这是两种状态 他可能就是说 现在因为抗中保台 是因为中国大陆对台湾是已经采取任何的一切这种 所谓的闭关的这样的政策 甚至于实施军演嘛 所以我们不得以采取抗中保台 欢迎哪一天这个两岸开始恢复接触之后 这个时候就可以过渡到所谓的和平交流这样子的 一种状态 所以对于民众来讲的话 他可能他们的认知并不认为说 这是一种两种是一种相对立的一个冲突 我个人的一个认为了那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在野党的认知里面 抗中保台他们认为是执政党为了谋取政治利益 刻意塑造两岸冲突对立的这样一种情境 以利于年底或者说来年的总统跟立委大选这样子 可是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对于政治的认知 会对于国际的县市或两岸关系的认知 可能并不像一些专家学者或政治人物 他们有这么多的一些了解 他们就是凭自身的一些 平日所接收到的新闻讯息来作为反映 这个现阶段 中共不断的对于台湾周边海运 增加军事行动的 这些威吓的威责的这些动作 对于一些民众来讲的话 很明显就可以感觉出来的 当然我们可以讲 在这去延伸就是 即习近平主政中国大陆以后的提倡中国梦 中华民国伟大复兴 不但在内政或者是外交上面 他都已经采取了跟前任几任这个领导人 截然不同的这种政策取向 对于这个言论管控 这个社会的这种监视监控都加剧了 然后在这个国际市舞台上面 也纷纷以这种战狼外交的姿态去强硬对外出击 这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很多的形象 在很一般的一些民众的一些心目中来讲的话 不见得就是已经像是说十年以前提到中国大陆 觉得它是一个很勃发的这个心心向荣的 是一个这个充满生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完全就是以这个发展经济唯一的这个标的 以现在来讲的话 很多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一些形象 他自然会采取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看法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抗中保台不见得像在野党那样认知的是 一种比较有负面的这样的政策取向 是好非常谢谢研究员您的解析 你提到在台湾选举到了 那么在野党也有不同的解读 在台湾我们是尊重多元的声音 但是呢如果从字面上来看 就是说当敌人都已经跟你发动战事了 你不愿意上战场吗 就是六成左右就认为 当然要保卫国家安全吗 那这一份的民调当中 你看到六成三愿意保卫台湾而战 不愿意的大概是28%左右 那我想民众呢 对于这一次的中共军演呢 所带给我们的一种台海情势的身高 当然这是专家讲的 那民众是不是很有感呢 我觉得接下来也有相关的一些面向呢 想要继续请教我们研究员 像这种在八月初的连续几天的对台的军演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地图上一看 哇从东北啦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南部 有几个地方都很靠近台湾海下的军演 那这种是不是军演就是等于战争呢 就说你有这样的动作 是不是一种事情就表示呢 这个战争可能会不敢说一触即发 但是有可能在近几年发生 所谓的打这个心理战 在军演里头是不是或多或少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议会 就是告诉你两岸的情势 或说我对你的做法有哪些不满 当然我们这个月来 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大陆为什么在一个月前 会发动对台的军演 就是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 陪洛西到了台湾访问之后才有的动作 研究员你怎么样来观察 这个心理战还是说 它是一个预警 就是可能会战争呢 好的 我们先从国防部之前所发布的 这个中共军力报告来讲 就是说国防部它都会设定 就是说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的时候 中共可能采取的一些步骤 或者一些这个模式 它里头有一点 它就是讲到就是说 中共可能会借由说 实施大规模的军演 借由军演的这样的模式 突然之间转换为 实质的这个攻击行动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军事演习 如果当国民的一些朋友 应该都要了解 演习自从战争 实战状况 所以就是说演习 它基本上来讲 都是趋近于实战的 这样的一些条件 一些这种情境 来进行它演习的推展 也就是说在演习的状况之下 它是可以立刻无缝接轨 是马上将演习行动 转换成一个辞职的 攻击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 也就是说从一个演习 马上就变成战争 就是说就军事意涵上来讲的话 一些战争就藉由这样子发生的 一个很近的一个例子 就是俄乌战争 当时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 俄国就是成兵 在俄乌边界 然后就以演习的名义 在这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然后最后一声令下之下 就马上进行了入侵行动 这是可能就是说 做军事上来讲 可能是一个我们对于敌人的演习行动 要不可掉以轻心的一个很大一个原因 另外就是说我们说军事演习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一层意涵在 所以就是说自然会对演习的假想的对象 或他要针对的对象 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那当然就是说 中共宣布自这个八月初以后 将会在海海周边进行这个常态化的军演 那不然一般一方面来讲 当然也是要对于这个国内的民众 或者是官员 这个军队各方面施加这个心理压力 当然他也有他一些必要的一些 他们的军事意涵 然后藉由这个周边海域的一些行动 来模拟将来以后 这个实质对台动物的时候的 各种可能的一些状况 那另外他这一个行动 我个人是觉得说 他也是一种只有出口转内消逝 他藉由这样一种大规模的一些 实质的一些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的民众有一个交代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佩洛西要来之前 国内的很多这种 所谓他们爱党爱国民众 纷纷发出豪言壮语 就是说这个解放军绝不会 做事不管 结果到最后来 就很多人被他们的党国伤了 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所以说这一些 就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 它是一个综合效应的 不过就是说 我个人觉得说 他这个 所谓的军演常态化 当然也只是一个姿态而已 因为我们就是说 这个 什么事情会让我们会觉得 非常的震惊 那当然就是说 一切血液静好的状态之下 突然来一个很大规模的 让你措手不及的才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心理打击 对 那就是说你每天一点一点来的时候 我们会慢慢会习以为常 所以你这个军演对于台湾民众的心理上面的这种影响的 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淡化掉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 并不一定会就是对我们是 对于这民进事实上会有什么样的打击 当然就是说 有好有坏 就是有利有弊 那我们还是要慢慢观察 事后的这个 一些这个事态的发展 非常谢谢研究员 谈到这个军演跟实战 这两个概念的转换 还有就是说 这样解析好像也是蛮吻合 这次的民调当中有提到说 军演是不是等于战争 66.4%的民众并不担心 但是有三成左右 还是担心有可能 那我们的国防部也已经示警了 所以台海情势这一个月来 一刚开始或多或少还是有点陷入紧张 当然如果在对比19951996年的 台海的飞弹危机还是很不同的 这次民众当然生活如常 比较淡定的一个心态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常态化 如果中国大陆他已经对外宣示 有可能这样的做法 那对于我们是不是 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就是说一直常态化 我们会不会陷入于 比较疲乏的应对 政府是不是要做 某种程度的因应 应该是说 他的常态化 常态化他的规模是 维持在什么样的程度 我每天只派出一架两架飞机 每天都来那是常态化 对吧 那我每天派出的强度 就是20架飞机 30架飞机 或者是十几招 这个主战军舰 这样的出动 那就是说 对于中共解放军来讲的话 常态化 他们也增加很多的负担 就是说他这个常态化 他是不是能够 真的是维持 每天都有相应的一些强度存在 这个对于解放军来讲 他事实上 这个所谓打的这个消耗战 不一定只是说对于国军而已 解放军他也在花钱 比如说就这个方面来说的话 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要定义说 他的常态 只是定义是时间 和这个事件的连续性 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他的这个规模强度 或者说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他要针对某个什么样的 特定一个军事这个目的 进行什么样大规模的演训 像类似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目前来说 他只是对外宣示出 他一个常态化 我们在观察从8月初到现在 这段时间过来之后 他很多时候的一些演训 他只是比如说他的限定在 这个沿海的一些这个实弹射击 像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可能就对于我们 过了台海中线以东的 这个台湾这个大多数的地区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影响 另外就是说 就是说他的常态化 假如说真的会对我们 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的时候 不要忘记 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对台湾海峡的一个政策 他就认为台湾海峡就是一个国际水道 假如说您的军演常态化 真的影响到了这个国际水域的这个开放 就是这个一般的各个国家的这个自由航行的 就受到影响的时候 我相信就是说也会将中共最忌惮的 所谓的这个境外势力 这个引进到对于台海局势上面的一些干涉 所以说这方面来说的话 他这个常态化可能只是一种表述而已 OK 好 实际上的行动所显示的讯息 我想我们的相关单位一定会 严正以待也会去判别 到底他显示什么样的讯息 刚刚提到的消耗战的确呢 对中国大陆也是不消耗财力雄厚 还是会有一定的负担 那当然对我们台湾 我们也是会正视这样的问题 但是有人会担心温水煮青蛙之类的 还有就是说国际间的一些反应 从近期美国的动作 其实在前阵子就有两艘的美舰通过了台海 我想这样的讯息 应该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表态的 好 这是在我们的节目前半阶段 非常谢谢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 腾星云来就台湾国际战略学会 所发布最新的民调 就是中共军演一个月来 台湾民众的相关的反应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再继续针对有两大面向 邀请你一起来关心 我们要谈的是我们政府的因应的做法 另外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这样子的一个 对台的军演势上有一些军事动作 我们也可不能够轻忽 该怎么样做 比较好的反制才会指战 大家也才能够避免冲突 进一步的扩大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国木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岸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聚焦的是军事 针对中国大陆围台军演 这一个月来 对台湾的民众在心里 还有社会层面的一些相关影响 还有政府应变作为 那么我们邀请到的是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 腾星云 来为我们解析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 所发表最新的这份民调 好 研究员 我们想继续请教说 在这次的民调当中 那么有一个题目是 就是民众对于政府 面对中共军演应变的处理 那么有41.9%是满意的 44.6%是不满意的 这样的数据呢 似乎是显示 这看法是相当分歧 您个人怎么样来看呢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说这个 这次军演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突如其来的 因为就是说 佩洛西离开之后 那就立刻 中共就马上就 在第二天就发布 打过我们军演的讯息 甚至于马上就发射了 这次一颗导弹过来了 我是觉得这一次的军演 对于政府方面 因应的一个作为 还有这些措施 应该是说 在这个短处的这个时间里面来讲的话 民众他可能是没有办法 去马上了解到 这个国防部那边 有什么样的一些 实质的一些作为 三军是如何的 做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这个戒备状态 所以我个人是 其实的一个推论 是觉得说 他们很多受访的民众 他是将军演的发声 跟佩洛西访台这个事件 做成了一个连结产生的影响 的一些这个内心的感受 表达出来的 就是说 有40%人认为说 佩洛西访台 造成了大规模军演 这样子一种这个两岸不安的这个状态 所以你对于政府处理的满意度 跟不满意的 大概都是40%上下 就是这个本量奇观 我个人是觉得说 可能这两方面的不同选项的 任何一显示 就是说目前这个蓝绿 这个政治板块上面 这个每个受访民众 政治形象上面 对于该事件 就是佩洛西访台 接续的这个中共军演 这样子的两个事件 接续下来发生 他们的一个感受 所这个传达出来的 一些这个立即的一个反响 这样子 是 这个不无这个 不同的政党 有不一样的这个看法 但事实上就是说 有某种程度的满意 那也有一些民众是不满意的 那我们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好了 如果海峡中线呢 您觉得中国大陆 这样子威逼了我们 政府的克制冷静 这样一个做法 您觉得如何 因为我们现在都把它界定为说 是中共军演 是 是这样子一个状态之下 那就是说 既然中共他们宣布 是一个军事演习的 它是一个目标有限的 一个军事行动 表面上他们的宣布来说的话 就这个层面来讲的话 国军方面也只能相应的 解放军相关的一些这个动作 来进行反应 就是我们很难说是 采取一些什么 这样的一个主动的作为 去抵消这个中共方面的一些的 它所谓的这些比较这种 这种强制性或侵略性的这种行动 因为就是说 目前来为止来讲 台海两岸还是处于 所谓的这个和平的状况 中共他们说他只是一个军演 他是一个目标有限的 他并不是要 就是要针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 所以说为了要不使这个状况升级 或者说造成所谓的擦枪走火 使这个情势失控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 也只能够相对应中共的一些这个作为 我们来采取就是说 保卫这个台海安全的 这个维护后方民众安全的 一些这种相关的措施 我们就比较沦为一种 后手的这样子一种这个局面 是我们是备战不求战 不过就是说 就研究员您对解放军的了解 他们会不会所谓的这种 得寸进尺 我们刚刚说如果变成常态化 他如果这样子的话 变成我们在政治上 有所谓的力争这个话语权 那如果套在这个军事上 会不会有类似的做法呢 话语权来说的话 他对于这个台海周边情势的一个话语权 他们是要讲给世界听的 因为比如说他们此前在六月初的时候 中共外交部发言就是说 台湾海峡这个主权是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他们所谓这个话语权 他基本上来讲 在中共的他们现行的一个政策底下 他们就把这个台湾就是 认作是他们的这个 已经是就是他的主权归属底下的 就是说其他的第三方势力 想要干涉的话 就简直就是所谓 所谓介入这个中国内政 他们就是这个 有干涉内政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指涉 所以就是说呢 对于台湾这个两岸县市来说的话呢 他们不会在乎说 这个台湾内部的这个民众 他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管这个东西了 所以要不然的话 他们不就不用这个大规模的军演啊什么的 就是对于台湾内部民心士气 要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说他们目前已经把这个台海的问题 对于不管是台湾的这个归属 还有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所谓航行权 这些通通都纳入在他们的整个的 所谓的主权范围底下 他们是以这样子一种这个对外的这个宣誓 来作为这个外间对于这个两岸这个情势的 在他们的一个立场主张 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只是说在军事上的行动有比较具体的不一样了 就是说以前两岸可能还有海峡中心 但现在如果去常态化的话 他可能越逼近对台湾造成军事的威胁或恐吓的话 那是不是所谓的常态 这个我们可能是不是也要特别的来注意 这样子的一个演变 那或许再举一个比较近的例子 就是无人机的干扰金门 在八月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那无人机运用在战场上其实也不是新鲜事 在大概几十年前就已经在国际战场上就已经运用 但是中国大陆对于金门以无人机来侵扰 这倒是在这次引起大家比较关注的 我们怎么样来应应呢 当然中国大陆后来也把我们的应应的一些做法 是某种程度的可能是网民吧 都是比较偏激的 是把它视为一种认知作战 之后我们也有发动的实弹反制 美国方面也说这是合情合理 不晓得研究员你怎么样来看 当我们冷静克制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或冲突进入扩道 我们采取这种反制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无人机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严重 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他们还是带打索的认知战 无人机飞过来拍摄了我军的阵地的一些状况 看到我们的安哥看到了无人机之后的一些反应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影片给播出来之后 好像显得说这个金门的守军守足无措 这个相应对无方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出来 但是他所显现出来的 我个人来讲就是说 他并不是只是禁止在于所谓的这个认知作战上面 只是说这个对于内宣传 或对于这个明星士气这个破坏上 他很多时候他也在 直直在这个军事行动上面 就是在军事意涵上面 他也显示出来就是说 国军在应对无人机这一块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真空 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有提到了 无人机使用在这个军事用途上面 使用在这个实战状况上面 这个是已经行之久远了 尤其是说这个近几年来的一些这个现代战争 更表现出这个无人机 他无远佛界的一个这个效能 对不对 他只要飞在上空之后 把整个战场一览无遗 对不对 他要打哪里就打哪里 这个而且他就是这个体积又非常的小 声音也非常的小 就是说很难让敌人发现你的行踪 假如说我们应对无人机 在处在这样子的一种 立即可用的这个有效的具体措施的情况之下 他显示表示什么呢 就是说直到现在为止 中华民国国军还没有在无人机 和战术运用上面 在第一线的部队上面 有建制具体有效的 不管是这个实体还是技术方面 你们也听说 你就是说 这次金门的这个事件 我个人觉得说 他反映出来就是在这一块上面 然后使得我们第一线的战士 必须要用丢石头的这个手段 来这个应对这个无人机 可是我们要想想看 在战史上面 无人机的威胁早就已经存在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相关的 一些确实有效的一些防御措施 发配到第一线部队去使用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在 另外就是说 就以军事的观点来讲的话 对于无人机必须要零容忍 这话不是说 你不是说我现在没有打仗 而且你现在没有打仗 你这个飞过来 又是民用的 所以我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给他驱离就算了 这是在平常时候 假如说今天他过来 他就是要攻击你的 你还能说让他就是在这边飞 然后突然之间丢下一个队友 有杀伤性的这个对于我们 有这个破坏的一些这种武器或炸弹呢 是不是 比如说国军指挥高层 他就必须要让第一线的战士 当他看到无人机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把这个威胁立刻就要抹去 你不能变成一个习惯 他这个是民间的 我叫他飞 但你不能这样子 就是说假如说你习惯了这一套的时候 你真的发现是敌人是有这个威胁性的行动的时候 你就已经太迟了 所以说目前 就是说在平常时候 就是在第一线的前线部队 他对于无人机就是要零容忍 我觉得说这个国防部 陆军司令部 还是电战部队这些 他们都必须要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立刻在金门地区 在这个前线离岛地区 就要建制起来一个 马上一级有效的这个反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措施 是是 好非常谢谢研究员您的解析跟建议 我想国防相关单位呢 一定有我们审慎考量的地方 也会建制一套反制的作为 那我们在今天针对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所发布的最新的民调 有关中共军事演习跟台海的这个安全 我想最近这一个月来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样的高强度的军演 也的确释出了某些的讯息 不一定是军演就马上就会战争 但是从这次 也许中国大陆有某些的考量 所以有这样异于过往的一些行动 的确也可能是测试我们的反应 也有可能测试大家的一个容忍 或是我们是怎么样来应变的 总之呢 两岸无战事 我想应该是全世界所乐见 但是就怕擦枪走火 我们在今天非常吸血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 滕欣云解析这份民调 谢谢您谢谢 谢谢各位 好以上就是今天 李安安居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